早上好 欢迎回到10月15号的百革城报 我是夏时 今天国会复会第一天 在新报头版大标题 预告这次复会的国会将有许多的第一次 包括安华重返国会 反对党成立影子内阁 提成2019年的财政预算案 而在其他头版新闻中 新海侠时报报道了 大马房地产发展商会要求重新 重新定义可负担房屋 因为现在被发展商滥用 造成30万到50万价位的可负担房屋 出现滞销的情况 该上会认为可负担房屋的定义 应该是30万以下的房屋 以及至少有800平方尺的面积 另外 每日新闻头版关注 警方从2014年到今年6月数据显示 354宗弃鹰中有一半以上 在警方借货报案时已经死亡 而厕所 垃圾场以及污水处理场所 是丢弃胎儿或婴儿最高排名的三个地方 新州头版说的是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强调 行动党领袖如果接受任何封刺的薰弦 并不符合该党长期以来的斗争精神 反而给人升官发财的错觉 并认为人民给予的尊敬的 称呼已经是至高的荣誉 接着来关注国会最大党也就是公正党第二把交易的选举成绩 因为阿兹敏与拉斐兹两人在熟理主席一职的拉锯战 可说是越斗越激烈 党选开跑至今 拉斐兹先后在四个州数胜出 而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则只拿下了两个州数 不过随着党选来到雪兰俄州 拥有将近25万名党员 也就是占了公正党三分之一的最大票仓 目前阿兹敏成功在自己的政治地盘拉开与拉斐兹的距离 根据非正式成绩 阿兹敏囊获了9337张票 反观拉斐兹则拿到较少的8563张票 面对拉斐兹来势汹汹的挑战 阿兹敏对于捍卫熟理主席一直是信心满满的 他相信各州党代表都会优先参考他在过去20年的优秀表现 然后倾向于投票给他 至于拉斐兹则自嘲 自己虽然是位失业者 却认为担任内阁部长的候选人 并不一定享有优势 因为六个州数的改选成绩反映出事实并非如此 经过雪州首阶段投票结束后 公正党还有大约62%党员还没投票 唯有等到所有拘捕投票完毕 才能知晓党鼠里主席一直 究竟花落谁家 换个焦点 21名娱乐场所的中国招待女郎GRO 日前被移民局逮捕 移民局拉大队到交赖娱乐场所展开震撼行动 并发现该场所设有线花环活动 以及走秀表演 移民局总监穆斯达发补充 花环的售价为50到500令吉 而长袍的售价是500到1000令吉 基于顾客 而我会给予自己所选的女性小费 以便可以带她们外出 据悉招待女郎一晚可赚取高达1000到2000令吉的小费 穆斯达发说 他们都是以为期30天的社交探访通行证进驻我国 有些使用学生证以及专业准证 除了21位招待女郎移民局也移并逮捕并拘留 另外两名中国籍男子以及三名本地人 并将援引四项法令展开调查 今天的承包到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